现在来到了山上 今天要来大香和尿 就这个太舒服了 河河潮打下来就给地鱼来捡 那个小竹子真要打扮过来 这个河潮有两个品种 一个河潮要大一点 一个河潮要小一点 这个它要晒一两天刷骨骨 嗯 你看他那天 他那天哭 天着黑一套 哎 他天着黑一套哭不碎 哇哟这个是这一瘦 来吃一个河潮操作这也不容易 就要戴个手套 因为这个河潮这个水弄在手上洗不干净 刚才肯定有人在想为什么你不戴手套 我说想给大家看一下摸了核桃皮 这个手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摸了之后就会变成是什么颜色 青色 然后如果摸了太多的话就会变成黑色 好了 这堆核桃让它再晒一两天 然后再把那个壳给它划开 因为现在的话 这个壳还有一点点不好划 明天后天来弄 今天晚上来吃面 拿了两条鲫鱼三个蛋 今天晚上来做鲫鱼煎蛋面 鲫鱼汤煎蛋面 现在来把鲫鱼洗一下 切一点葱姜 现在来把鲫鱼煎一下 有条件可以用注意 用注意会剩下 葱姜 稍微炒一下下鲫鱼 稍微炒一下下鲫鱼 先到表面的肉开始烂了之后 煮好多的 然后加水 好了 让它熬个半个小时 把鱼肉熬了 现在来煎三碗鸡蛋 过来来一点点油 一个小蛋 两个蛋 两个蛋 三个蛋 感觉应该差不多了 先把鱼炸了出来 再用一个更细的肉勺来过滤一下 鲫鱼肉熬了 接了半口水 现在来煮面 水开了 下面条 再来一点小白菜 拿一点葱姜蒜 好了 再放上自己喜欢的调料就可以了 再放上自己喜欢的调料就可以了 切成熬的太牛肉熬了 就吃了 鱼肉熬了 天菜 牛肉熬了 才是润的 吃了哩 吃了哩 嗯,吃完了 你倒是鱼汤的吗 嗯,鱼汤 鱼汤 再来舀一点鱼汤喝 哇,太香了 今天这个面里面只放了一点盐和生抽酱油 就没有放其他的调料了 因为这个鱼汤面最主要是吃这个鱼汤的鲜香 如果放太多调料的话 会把这个鱼汤的味道给盖住 这样就适得其反 然后呢,说一下前大前天我爸下的地龙 对,忘了说了 因为就是那天就一条也没有 所以就没有说 搞笑的是他把地龙下到那里 然后他在那里钓鱼 地龙没有王道鱼 然后他钓了两条鲫鱼 不过他没弄了也好 因为最近吃鱼吃的稍微有点腻 好吧,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